战双帕米时哪些角色最值得培养 有什么角色是必养的 下面就请大家带来战双帕米时必养S角色养成会 总 相信看完各位就知道要养哪些角色了 想要玩破解版本的玩家 可以通过UUXOX.COM进行体验 直接可以无限资源无限礼包 物理 身红48盾2打耳闻上攻击会心下核心 里面4专主2凯撒林攻击会心核心都行 雷坠 真理4海鲜2肥特列上攻击下核心 非要4专主2爱因上攻击下核心 冰坠 压语4汉纳2打耳闻上红球下大招 全语点全击攻击 我就是 荣光四组为远2爱因攻击 暗坠 露娜4专主2打耳闻攻击 暗能48四龙4汉纳2爱因随意 莫有露娜暗能也可组3暗坠 速星21威拉 完全能玩 而且21环和好玩 以上所有S角色除了暗能都建议抽上专5 每个却配上像EA乃呆斯达维希 个人感觉养成优先度排序 冰鸭鱼永远低神 雷七和飞要很强 木里白罗打扇体环是很顶的 暗可用3AT带 活没办法总得养 武器共鸣靠后 优先抽角色 火锤 竟然4杀是比亚恩阿呆 2打耳闻喜攻击 木冲2爱因随意 初期可就只用一套奶意志 4打闻希2贵你换住几个元素奶用 节约资源